大家好 欢迎来到体育比赛传奇 3月对于广大乒乓球迷们来说 可谓是一个精彩连连的关赛日 WTT新加坡大满关赛时 到WTT常规挑战赛多哈战 再到3月25日 WTT多哈战球星挑战赛 目前国际拼联发布了最新消息 国拼参加大满关赛的主力队员 将退出25日举行的WTT多哈球星赛 按照国拼教练组原本制定的计划 一部分主力参加完阿曼赛之后 转战新加坡征战大满关赛 随后前往多哈参加球星赛 而球队的年轻队员将参加多哈制线赛事 以及挑战赛 没想到国拼主力在大满关赛上收获满满 包揽5个项目的冠军 队员们身体上出现一定疲劳 尤其是像王楚清和孙颖莎这种身兼三项的队员 大满关赛期间甚至一日三战 再加上大满关赛高达半个月的赛程 如果继续参加多哈球星赛的话 身体必然会出现伤病 对于国拼整个备战工作来说得不偿失 因为下半年还要参加亚运会和成都团体市井赛 主力队员的身体要保持健康 才不会耽误国拼整个训练备战计划 从多哈球星赛退赛的名单来看 国拼十二大主力已经全部回国休整 甚至宽曼 林诗栋这种小将也没有前往多哈球星赛锻炼 而是跟随大部队一起回国 接连征战阿曼赛 大满关赛以及多哈系列赛事 国拼圆满完成三月份的出征目标 各个梯次的运动员都得到了一定锻炼 最重要的是 大满关赛的积分十分丰厚 不仅帮助樊振东稳定世界第一的地位 其他主力选手的积分也有所增加 短期内不会被其他协会选手超越 对于国拼主力退出多哈球星赛 国际拼联表示可以理解 毕竟举办多哈赛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各个层次水平的运动员都可以参加赛事 既然国拼主力退出比赛 也可以让其他协会的选手获得参赛机会 甚至向冠军发起冲击 按照国拼之前参加多哈球星赛的名单 外国运动员基本确定与冠军无援 不利于整个WTT赛事的推广 虽然主力队员不再参加多哈球星赛 但是正在征战多哈常规赛的边缘国手 可以冲击球星赛冠军 之前举行的阿曼赛 以及多哈制线赛事 国拼运动员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如果能在多哈球星赛上拿到冠军 对于边缘国手是一种激励 也可以拿到一定奖金 由于国拼内部高水平运动员太多 导致很多选手 常年没有征战国际大赛的机会 所以教练组 现在改革出征赛事的方式 主力队员参加大型赛事 边缘国手参加WTT常规赛 这样一来 各个层次的运动员 都能获得参加大赛的机会 期待国拼边缘国手能在多哈系列赛事上 勇夺冠军 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增添光彩 具体结果如何 让我们拭目以待